希臘公投否決國際債權人的救助方案 無助舒緩經濟危機 有報導指希臘銀行見時剩下的現金 幾天內就會用完 如果沒有薪資金 民眾的生活會比公投前更加困難 金爾文報導 公投否決國際債權人的救助方案之後 希臘人要再次面對現實 而這個現實有可能比公投前更加殘酷 英國衛報報導 希臘銀行目前只剩下大約5億歐元現金 希臘人口1100萬 換言之每個人平均只有45歐元 這個數額只夠應付幾天 如果沒有新的資金 銀行就要繼續關閉 民眾每天可以提取的銀行存款 會進一步受到限制 連目前規定的60歐元都沒有 另外工人會沒有糧出 部分希臘企業更被迫要裁員 國家的醫療系統 電力網絡和公共運輸系統 商要停止運作 還有就是政府早前實施資金管制之後 由於企業無法為入口貨品付款 已經導致藥物、食品 以及重要原材料等貨品短缺 如果歐洲央行不向希臘提供額外的貸款 情況將會惡化 有專家對於希臘和國際債權人短期內達成協議 不敢樂觀 因為總理齊普拉斯 沒甚麼可能回頭 接納已經被希臘民眾否決的方案 債權人亦不見得因為希臘民眾說不 而大幅放寬他們在方案中提出的建議 德國是希臘最大的債權人 總理默克爾一直堅持希臘留在歐元區 避免為歐洲一體化進程帶來衝擊 加劇歐洲國家分裂 希望維持歐盟領導人所謂的歐洲團結 更擔心希臘脫歐的先例一開 會令到歐元區陷入長期脆弱 將來發生金融危機時 有可能引發其他歐元區成員國的投機行為 不過德國的選民、議員和輿論 對希臘政府的不滿日益加劇 強烈反對減免希臘未償還德國的貸款 大大限制默克爾向希臘提出更慷慨的 救助條款 接著怎樣做 對默克爾來說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德國官員指 默克爾近期的態度正靠向財長蘇伊布勒 以蘇伊布勒為首的強硬派歐元區決策者認為 如果將不聽話的希臘踢出歐元區 將有助向其他經濟表現不佳的成員國施壓 進行改革 NOW TV記者金耳文報導